大家好,我是Jasmine,欢迎收看今天的新闻 在过去80到90年代,不少大型电视游乐机台陪伴过许多人的童年时光 然而随着掌上型电玩的普及,再晋升到电脑,与近期的手机游戏 复古的机台多数早就已经消失,只能够存留在脑海的回忆当中 不过最近有位瑞典的设计师打造出了一台怀旧感十足的电视游乐器 让人一看到就唤起了年少时的电玩时光 而这台由瑞典设计师所打造的Pixel Cabinet 42电视游乐器 以复古的外观造型设计,灵感来自于老工业橱柜 采用核桃木、黄铜、钢铁与皮革材料制作 还宣称可以两个人同时进行游戏 而机台的内部还特别安装了电脑,并且搭配上摇杆、按钮 让你可以真实如同古早的游戏机台一样操作 而有趣的地方就是呢,它还特别用了可以翻开的荧幕设计 如果盖上了盖子,就又变成了时髦又复古 而当家视频其实也非常的实用 不过呢,目前这台Pixel Cabinet 42电视游乐器在全球只限量50台 当然价格也不菲,售价大约要3699欧元,相当于4000美金左右 因此呢,想要回味儿时电玩时光的朋友,除了口袋要够深之外 当然也可以直接上他们的官网查询跟订购 下一则新闻带大家看到的就是所有的潮流人士们对于日本艺术家春上龙肯定不陌生 而这位擅长将迅烂色彩结合卡通画风的设计师 可是不少品牌争相联名的对象 从过去G-Shock到KAWS联名的系列都受到了不少的关注 而早年与Louis Vuitton所联名的包包更是让这位设计师声名大噪 而这回呢,他又有了新的动作 就是将与Vance旗下的高端品牌联名合作 而本身呢,身为Vance爱好者的日本艺术家春上龙表示说 在过去十年间,他每一天都穿Vance的懒人鞋外出 而这也不禁让人开始想象 这回Vance与春上龙的联名系列懒人鞋Slip On 服饰以及滑板将会出现Vance的一贯街头风格 还是会大走春上龙式的大胆创意呢? 而这次的系列将会在本月份的时候推出 到时候就让所有的粉丝们来期待这位创意大师的作品 以上就是今天的新闻 谢谢大家收看